大家來到這裡 很歡迎各位 來吧 醒醒一點 好,來吧 這麼暗 還沒開燈 我常見到Digba 好,玩具TV回來了 第21季 第七集 開播,先介紹一些 先介紹一下 Narro Box 這次是一個大東西 算大的,因為它是一個 如果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一個四星的 這個難度四級的 好,我試試轉個洗鏡離開 好 1 1 對 可以看到 第32號 Dragon 它總共有960件 難度是四個星星 暫時來說應該是最大盒的 好,看一下實物 就是這樣 麻煩轉三 正在 好 好 可以看到 實物就是這條飛龍 飛龍再起 這個也是你的小朋友 對 找了童工搞定 對 反而這四星 它說是不難砌的 竟然 對 這條龍 它有趣之處 就是有很多活動件 譬如 你可以看到 翼 可以做很多動作 放很多姿勢 就可以 另外 頭和頸 都是有 波障 可以做到 按頭 有可動的 這個比較少見 好像之前 德哥也介紹過 日本藝妓的公仔 那個頭是可以動的 這個也是有很多波障 可以用的 另外 但是呢 都是有點鬆的 如果決心地保持造型 就要加一點膠上 對 沒錯 還有呢 嘴巴 都是有點鬆的 可以動的 嘩 這個很厲害 是嗎 眼睛是用了透明件的 背臍也是有透明件的 尾部也可以嗎 都可以動的 是有分開三折的 不過 就 舉得起啊 對 如果腳可以動的 對 應該 腳部不能動的 對 肚子以下的都可以動的 嗯 因為他踩著一塊地台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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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可以瞄準 大家好 大家好 有人說 不要要左邊的Live Chat 畫面大一點 看會舒服一點 真的不要 真的不要 但是 但是 我們方便看 我們方便看一些 觀眾的即時 留言 或者分享 我們可以即時回答 希望不要介意 對 對 看又如何 如果大家都認同 我們盡量拉 盡量拉 好 好 所以這個是 就是 如果你做擺設 可以放很多不同的姿勢 很多不同的形態都可以放到這個 斷腳 神龍斷腳 甩腳 神龍斷手不斷 重力之鍊位 有一點 就是 飽玩就要小心一點 對 沒錯 其實這個牌子 它是觀賞品 但馬上也是 對 就是 即是 它就算有可動 也不可以當作玩具 始終都是精門 對 始終都是放了一個姿勢 你就定位 就好一點 如果腳步 你不是經常動它 這樣可以放膠水 就固定了 就好多了 好 暫時這個就是這樣 他們砌了多久嗎 這個應該三四就完成了 這個 這個 但是它步驟真的很多 這個 如果看一張紙 它的步驟 是可以去到 一百一十幾個 嘩 不過它是 它的步驟是 刺得很碎的 是的 但是這個可能 那個 立體感沒有那麼大 相比之前的那些人仔 那小孩就會 容易去組裝這個 這個 龍 好 那就簡單介紹一下 這條飛龍 好 接下來還有很多不同的產品 我們也要繼續介紹 今晚還有沒有 有 有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好 我們稍後再見 不要走開 好 下一個